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共同价值观的人 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全部都是 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我今年38岁了 明年39岁 气候变迁 温室效应 全球暖化 这东西是我从小听到大的 动不动就是世界末日 再过十年就会怎样怎样怎样 那我现在已经活了快要40年了 所以跟我一样大的 还有比我大的人 应该都跟我一样 不会再被气候变迁这个东西 骗下去了 但这些全球主义的邪教 跟普通的邪教 不太一样的一样 他们发出来的预言都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们的预言都不是几个月内就可以证明是错的 就证明说他们就在骗人 他们利用冬天会变冷还有夏天会变热 这样子很自然的现象来威胁人 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手法 例如在1979年的时候 我们的科学家 气候专家告诉我们说 我们离冰河时期不远了 他说我们的孙子会看到一个食物物资缺乏 世界停摆的现代冰河时期的未来 那当然 当这个冰河时期的谎言 因为什么事都没发生之后 被戳破了之后 大家就装没事了 好像这一切都没发生一样 之后到了1989年的时候 过了十年 我已经出生了 三岁 Associated Press AP这个公司 这个新闻频道 发布了一篇文章 这个世界知名的文章 说联合国的环保官员 内容是 如果在2000年 全球暖化造成海平线上升没有好转的话 会造成整个地球上面的国家在地球表面上消失 没有错 同样的手法就是把一个预言拉得很远 所以在短期内 短时间内没办法证明这个预言的真假 2000年是20年前了 各位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 2006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气候研究专家在NBC上面说 这个世界有个十年的窗口 来去扭转全球暖化的方向 来避免毁灭性的灾难 还有就是最近看起来最像这个纳粹的那个环保小肩兵女孩 那个Greta Thunberg 在2018年的时候发表 某个气候科学家警告我们 如果我们接下来五年 不完全停止使用石油的话 我们人类将会完全的被消灭 讲到了这一串 气候变迁的灾难预言 跟事实基本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各位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 应该就可以感觉出来 而且所有的事实都证明 他们说的全部都是湖南 所以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 他们的策略就是做一个好像当下 很有说服力的谎言 说未来好久好久以后 会怎么样 当时间发生的时候 当这个时间已经到的时候 证明他们是唬烂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忘了 他们说了什么 忘了之前他们说的谎话了 他们就可以在谎话被戳破之前 就继续用另外一个谎话的预言 说可以很久很久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大灾难 但是人多必有白痴 有些人是不了解 这个全球诈骗集团运作模式的 会做出一些时间过短的预言 例如像曾经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 John Kerry 以下是这位先知 今年夏天的时候说的预言 那当然我们之前都讨论过了 当我们听到就是 今年是地球史上最炙热的这一年 这句话绝对是假的 因为我们没有地球有史以来的气温记录 特别是如果你相信什么恐龙是几千万年前 以前的话 你可以去看教科书 全部都会讲说 恐龙的时期因为地球的氧气过多 所以温度比现在高出好多好多好多 这个样子的说法 而且地球很大 只要有一个地方很热 通常就表示有另外一个地方非常冷 因为我们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同时在地球不同的地方发生 所以除了我们没有所有的记录以外 我们有的记录也是非常小的 而且并不能代表任何的东西或是地区的温度 如果你上网去找John Kerry刚刚那一段话的话 你会找到一大堆的文章说 John Kerry is right OK会跟你说 没有错 今年就是史上最热的一年 因为地球之母 OK大自然 不喜欢你的卡车 或者是你家的瓦斯炉灶 不喜欢牛肉 或者是地球不喜欢你投票的方式而已 他们不会跟你说 今年在太平洋的海底有火山爆发 导致水蒸气增加 所以说把更多的热气困在了地球的表面 等到水蒸气还有空气中的水分 下降到正常的水准的时候 经过下雨蒸发土壤吸收 温度就会恢复正常了 这些他们都不会告诉你 他们会跟你说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全球暖化气候变迁都是你造成的 如果我们说 今年的温度会这么高的话 都是我们人类的错的话 那今年同时也创下了 历史上温度最低的记录 原来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的温度 其实都不一样 例如前天这个路透社发的文章出来说 西伯利亚的温度 Negative 56 degree OK -56度Celsius 摄氏 莫斯科在12月3号的时候 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雪 一天内造成了35公分的降雪量 创下了史上的新记录 事实上上个星期 整个欧洲都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每一个报道上面都说 降雪量是史上最高的 OK 温度是史上最低的 这样子史无前例的场景 也就是说 今年是史上温度最高的一年 同时就是降雪量最高的一年 但是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还认为说新冠肺炎 全球暖化是真的化 今年是史上最热的一年的化 这边有一个 德国的慕尼黑的机场 有一个飞机 私人飞机 已看起来起飞状态的姿势停在机场 因为机尾的积雪太过厚重 导致飞机整个瘫痪 飞机停飞 很多这些 现在各位可以在荧幕上面看到 这些私人飞机 很多这些私人飞机 原本是要去之前这个杜拜 COP28气候变迁这个论坛的 不过这段影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私人飞机的主人的飞机 因为大雪被封锁在欧洲 所以说不能去杜拜告诉你说 你造成的气候暖化有多可怕 这听起来有多搞笑呢 类似一个身材过胖的健身教练 不能去健身房教课 教你说要怎么样吃的健康 因为他的车子里面装了太多的食物 所以卡在了麦当劳的得来树之类的 就是这些气候变迁的专家跟教授的愚蠢 是讽刺到360度 恐到自己的这么好 这么愚蠢这么好笑 发生了这么讽刺又愚蠢的事情 并不是第一次的 我们可以回到2009年3月 当时气候变迁 Climate Change 还叫做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的时候 这群蠢人在我们国家的首都聚集 然后要来抗议说 天哪 我们的世界怎么变得这么热啊 就算天气变热也是有好处的 OK 植物生长的时间比较长 也比较长也会比较好 以前教科书上面也跟我们讲说 为什么恐龙可以长这么高这么大 因为当时空气的含氧量比较高 天气都比较热 我一度认为说 原来我的身高会这个样子 不是跟我的爸妈是矮子 没有任何关系 原来是跟我的呼吸空气的含氧量过低啊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都是这群神经病聚集在华盛顿DC 抗议天气太热了 结果马上就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暴风雪 封锁了整个示威游行 我现在就来以一个娱乐的方向 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 就是张鬍闹的 有没有答应的答应 你认为我们应该要做这个事件 像在August 因为它是真的暖 August in D.C.是很痛苦的 那是什么我说 所以你应该应该给到每个 congressman 去支持 global warming 不许你认为他们应该做这个 在更新的温暖 它是暖的 它是暖的 我们来到这里 我希望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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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当于到处 условция يعني 这照片 book 有些比较 сделать 结果出品 以后的凭木 我认为我们认为 味道容 region 香港 比得 都 在这种程度 现在 展 conserv 由来 带瑞 全 新聞上面說的這個 Greenpeace 的卡車上面寫的是 美國可以停止全球暖化 然後他們的太陽能發電板 就因為大雪所以整個被封住了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 Yeah maybe we did something Maybe they did something OK 我覺得他們真的做到了什麼東西了 OK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隱喻 裡面其中一個女生講的是 現在所有左派的議題的胡扯的說法 例如像說 Weather is different from climate 天氣跟氣候不一樣 Just because you have a snowstorm Doesn't mean warming isn't happening 只因為你有一個暴風雪 並不代表暖化沒有在發生 這個說法是我們常聽到的 但是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這是一堆人自己以為發現了什麼東西的一個說法 Climate 的解釋是 The weather condition is prevailing in an area in general or over a long period 中文解釋是一個天氣的狀況 的總和或平均 稱為氣候 也就是說氣候是天氣情況造成的統計 氣候就是很多很多的天氣 說他們兩個不同就像你在說水跟H2O不一樣 OK H2O是水的化學公式是兩個親戚帶上一個氧氣可以促成水分子 而水這是很多水分子促成的東西 我們可以過度去解釋一段廢話 但是不代表這些廢話是真的 在影片裡那個女的就是很尷尬的在那邊笑 呵呵呵呵呵呵 因為很明顯的她眼前的事實跟她說出來的唬爛是完全相反的 不過剛剛這個影片大家請看清楚了 2009年的3月在華盛頓發生的事情是一個世界走向的一個轉類點 而且永遠被記錄了下來 自從那一天之後 所有這些氣候專家跟愛環保的這些地球 愛地球這些騙子 就停止了使用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這個單詞 取而代之的是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遷 就在2009年3月 這個全球暖化就停止了 OK 人類擊敗了全球暖化 但是卻面臨了一個新的危機 新的危險 這個嶄新的敵人叫做 氣候變遷 理由很簡單 因為全球暖化這個詞 太著重在地球變暖了 如果改成氣候變遷的話 他們就可以說變冷變熱變暖變涼變涼變成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都是氣候變遷 他們給了一個灰色地帶中當中更模糊的字 之後就可以更方便的使用這個新的單字來解釋所有的東西 更不用這麼丟臉的在大雪當中講說我們的地球完蛋了 因為太熱了 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從70年代的這些謊話 冰河時期到80年代的溫室效應到90年代的全球暖化 一直到2009年開始的氣候變遷 他們的解釋變得越來越廣 而且變得越來越沒有任何的意義 從那個時候開始 每一年聽到的都是什麼 哪裡哪裡的冬天冷死了好多人 哪裡哪裡的夏天熱死了好多人好幾個人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每一年都是說同樣的說法 每一年都是同樣的危機 同樣的威脅 他們每一次改變這些說法的時候 都讓這些人有更多的空間來去避免在所有人面前丟人現言 同時也可以讓他們更方便的來使用舊地球的謊話 來欺騙更多的選票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上個新聞提到這個John Kerry說要關掉所有的煤礦場 可能就除了中國大陸以外 中國所有的煤礦場 中國每個星期都會開個新的煤礦場 但是都沒人說 John Kerry不在乎中國 中國大陸也不在乎John Kerry 民主黨跟這些氣候專家的策略 不會改變任何的氣候變遷 因為氣候一直都在變遷 會做到的只是摧毀這個世界的經濟而已 但是我們被告知說我們要完全相信他們 他們做什麼都是應該的 因為我們處於一個氣候變遷的危機當中 希拉蕊柯林頓這個美國史上最邪惡的政客之一 也出來說話了 以下是她在聯合國發表言論說 有好多的人因為天氣太熱而死掉 我們開始看著看著 而能量分析和重量是等於維持交往温度的死亡 並且最最大的的殺害是熱炭的狀態 甚至在印度的歐洲 這裏有能力的解決 和解決什麼事起 他們記入61,000殺破 因為熱炭的狀態在歐洲 我們未能這種情況 還要來的比亞洲、亞洲、美國 但我们知道和预计 我们可能会准备500,000死亡 大部分都是女人和女人 特别是女人 那各位如果没听出来的话 他刚刚说的内容全部都是假的 事实上就是天气因为冷而死的人更多 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 福布斯的报导 英国从2000年到2019年当中 有差不多800个人死于过热 然后有差不多60,500个人死于太冷了 CDC的统计也显示 全世界不管任何地方 寒冷造成的死亡人数 至少比炙热造成的死亡人数 多两倍以上 因为这都是基本常识 如果一个地方太冷 你基本上是没地方可以躲的 就算躲在房子里 只要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温度没有回升的话 那个人马上就失温昏倒死掉 太热的地方 你可以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只要你有足够的水喝的话 你通常都会活下来 只是活的会很痛苦而已 或许有些人很喜欢 I don't know 希拉蕊刚刚那一段话 并不是要告诉你说 世界太热或是世界太冷 他们想要传达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这个世界处于一个危机当中 所以你要把你所有的权利给他 让他来控制你 他只要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就可以拯救地球 因为刚刚那一段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要这里给大家一个 更完整的统计数字 根据统计数字显示 地球整个地球历史上 99.99999% 生物 我们这里不讲所有生物 人都死在地球上 人类历史上 只有两个人没有死在地球上 一个就是以诺跟以利亚 连耶稣都死过一次 所以根据统计数字显示 住在地球上会死人 所以请大家把全力都给我 这个样子我就可以帮助大家离开地球了 你不会相信我对不对 就算我的数据比希拉蕊还要真实 还要准确 还要合理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就会有一堆的no need no cold 相信希拉蕊刚刚说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疫情 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另外一个就是疫情 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了 每四年一次的疫情 专家跟教授是怎么说的呢 跟我想的没有错 为什么疫情会越变越的严重 为什么没事就要封关锁国 原因就是因为 气候变迁造成的疫情扩散 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么多的疫情 这一种最 common的问题 我问的是 它是一种变化的21世代的力量 一大部分是气候变化 它是在温柔的生物 可以帮助这种病毒的病毒 那好有理 你好像以前的人都没有疫情 对不对 黑死病 西班牙流感 登革热 SARS 伊波拉 这东西其实以前都历史上都没发生 因为2009年以前 还没有气候变迁 所以就不会有疫情发生 这个欺骗人民的方式 并不是左派的专利 并不是只有自由派才会去搞的东西 20年前右派的建制派 也用同样的方式说全球反恐是必要的 所以小布希跟国会就出了一个 Patriot Act 爱国者法案 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通讯记录 我们的隐私 所有的个资 全部都聚集起来交给政府 很快我们的个资 就全部被卖到诈骗集团那里面 天天打电话骚扰我们 还有放在FBI党案库里面 好让他们可以更方便的把FBI的政敌 或者民主党的政敌关起来 现在左派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看不见敌人 就是一堆无法避免 无法抹去 不断进化的敌人 根据这些大政府的神经病 唯一能打败这些敌人的方式 就是不断的把人权送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摧毁建立我们的文化 跟国家的一切 今年的六月 爱尔兰的政府宣布要屠杀20万头牛 来降低碳排量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他们真的是要来献祭动物 活物献祭来拯救气候的 就算他们真的是把活物 放在祭坛上面杀掉 烧掉来给他们大自然的神的 爱尔兰的碳排量 其实是非常低的 简单的说 这些环保主义人士 跟所有我们认识的那种邪教 其实是差不多 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通常邪教在一个日期过了之后 他们宣称这些灾难日过了之后 那个邪教就会完全失去公信力 对社会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 他们说是假的 这个邪教 但是环保主义这个邪教不一样 他们可以不断的发预言 一次又一次的发 一次又一次的错 但是没有关系 会有人相信他们 会有人把钱给他们 让他们继续坐他们的私人飞机 到处飞 跟你们说 你们应该要吃什么样的食物 你们应该要开什么样的车 你们应该要改变你们的行为 你们不应该用火炉 你们应该用电磁炉 你们不应该吃牛肉 你们应该要吃炸萌 所有的规定 你们都应该遵守 除了在上掌权的人以外 以下是美国的地球超人 或是番茄匠驸马 几年前说的 他说他应该要飞来飞去 因为他是重要的 你们这些人应该要乖乖听话 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选择的 我只能到处飞 你们就好了 你们哪里都不要去嘛 教会不要去学校 不要开了 但是我没有选择我这么重要的人 Somebody like me 就是这么简单 规定是给你们这些不重要的人的 我们这么重要的人是有特权的 花了这么多时间 整整两集讨论气候变迁 这个我们保守派大概最不在乎的议题 就是左派最爱的议题 其实跟现在所有的议题一样 跟气候变迁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国土安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民健康 公平 平等 变性 LGBTQ 国防 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要说的事情只有一件事 就是 像John Kerry跟他的朋友 是高级的人类 是现代的皇室 他们是王 萨姆尔记八章上面说 管辖你们的王 必用这样的方式 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驾车 赶马 在他们站车前面奔跑 他要为自己立千夫长 五十夫长 耕种他的田地 收割他的庄稼 打造他的兵器和车上的器械 他必叫你们的儿女 为他制造香膏 做厨师或烤饼的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赐给他的臣仆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 所产出的 他必征收十分之一 给他的官员跟臣仆 又必叫你们的仆人 婢女 健壮的青年 和你们的驴 为他做工 你们的羊群 他必征收十分之一 你们自己 也必做他的仆人 那日你们 必因自己所选的王 哀求耶和华 但那日 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百姓却不肯听萨姆尔的话 说 不 我们一定要一个王 来治理我们 整个气候变迁的目的 就是 民主 要求人 做我们的王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